刚才的会议都看到了 好丑蜜啊 太甜了 她还一直 我还吃 眼神太甜了 那我 去 去 去 赵总 赵总好 抢我的蜜蜜 都看你了 我这个 十万块你到底想说什么 周总 不得不说 你的吃饭习惯 真的很糟糕 用不着你管 周总 我们村里的小朋友都知道 不能挑食的 何况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挑食 而且你挑出来 还都是这些有营养的 多浪费啊 所谓药补不如食补 周总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你一日三餐的 营养均衡 我说过我的身体很健康 用不着你吧 周总 这个呢 是我特意为你而治的药膳 桂圆莲子枸杞 鹌鹑粥 里面还特意添加了 生地 麦冬 玉竹等各种药材 总之就是你吃了以后 能够扶正补虚 越来越好 我拒绝 周老先生 如果知道周总这么大年纪 还挑食的话 应该会很难过吧 来 周总 请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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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好 怎么样 好吃吧 来 看来我来错时候了 我走了 晓晓姐 一起吃饭了 快快快 吃饭了死的时候 不能讲坏的 来 来 周总 好了 我回工作去 得得 周总 我已经让小时把你下午的工作都推迟了 你还需要跟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 俗话说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饭后食道散步呢 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身体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以及食物的消化吸收 周总 快跟上 周总 你怎么又挺 快快快 走 时候恨你 加油 都已经发展到老夫老妻一起散步的阶段了 这也太甜了吧 一起散步吹风 看天边晚霞和人来人往 好羡慕 晒太阳呢 在我们传统医学中 认为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 而头为楚阳之首 是所有阳气汇聚的地方 反五脏精华之血六腹青阳之气 皆汇于头部 阳光温序头顶百汇旋 可以温养身体 提高免疫力 同时还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 以及头部骨骼的成长 也有利于头发的成长 或者头发很健康 不需要成长 像你这样整天熬夜工作的作息 一定开始脱发了 我们要未雨绸缪 难道你想变成秃子总裁吗 你 好 小 李晓银 嗯 好好理解 因为我 很知情 很多古牌的人 要去做一个 工作 有什么工作能做好的 今天上午的会议 你觉得你做得很好吗 说了一堆不知所谓的吉汤 可是他们都鼓掌了呀 我告诉你 他们只是为了阴口过 好